会魔法的王后为了拥抱青春美丽 用牛奶沐浴吸食少女的精气 不仅如此 她还盯上了公主的心脏 今天虎将带来的电影是 《白雪公主与猎人》 高耸的城堡里 白雪费劲地点着了壁炉的火 开始了一天的祷告 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骚动 一个少女被抓了进来 她对此早就见怪不怪了 原来白雪是这个国家的公主 许多年前 国王娶了新的王后 本以为报得美人归 没想到竟是个蛇蝎美人 她在新婚之夜 杀了国王抢夺王位 还把白雪幽静了起来 为了保持美貌 她每天用牛奶沐浴 用过之后直接给平民喝 而眼前这个少女 就是用来献给王后的 只要王后气使了少女的精气 她就能拥抱青春 她每天不厌其烦地问魔镜 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这天魔镜给了她不一样的答复 她说白雪公主已经长大 她才是最美的 王后气得牙根直痒痒 魔镜又补充道 白雪是这个世界上最纯洁的人 只要吃了她的心脏 就可以长生不老 王后一听 立刻命令手下去抓白雪 不料她一直觊觎公主的美貌 白雪趁着她想占便宜的功夫 刺伤了对方成功逃跑 她钻入下水道 顺着路来到悬崖边 跳进了大海 主角光环让她不但没淹死 还在海边找到了一匹白马 她骑上马一路狂奔 跑进了黑森林 王后得知手下失利 对着她一通咆哮 原来黑森林会让王后的魔法失效 她没有办法去抓白雪了 手下为了保命 找来了曾经进入过黑森林的猎人 王后承诺给她一大笔钱 让她去黑森林里带回白雪 可就在猎人抓住白雪后 手下不但露出了真面目 还要杀她 猎人也是个狠角色 三下五除二撂翻了手下一行人 白雪见她这么厉害 决定做个交易 只要她能把自己带去公爵的城堡 就给她一大笔钱 那里有她儿时的玩伴 之前逃走的国民也聚集在那里 反抗着女王的独裁 猎人答应了这个条件 逃出森林后 他们来到了精灵的寄宿地 打算好好休息一下 这里山清水绿宛如同化 没想到手下又追了上来 有了王后给予的魔法加持 她变得比上次厉害多了 把猎人摁在地上打 趁着她洋洋得意说废话时 猎人看准时机 抱着她撞到了木桩上 手下头一歪 正式下线 另一边 王后见手下再次施力 决定亲自出马 她变成了白雪的童年玩伴 哄骗着她吃下了剧毒的苹果 就在王后要挖出白雪心脏的时候 猎人赶来了 王后只好暂时撤退 可白雪已经毒发 抽搐着闭上了眼睛 猎人带着她的尸体 来到了公爵的城堡 去心葬礼 等众人离开后 猎人对白雪深情告白了起来 这一路的相处 她早已爱上了勇敢善良的白雪 她说了许多 却没有任何回应 猎人吻别了她 转身离去 就在这时 白雪的眼角流出了一行眼泪 她醒了过来 这大概就是真爱的力量吧 她缓缓走出屋外 在众人的注视下 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她要反攻打倒王后 夺回王位 大家看着这个勇敢的公主 士气大增 决心跟随她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向城堡前进 一场厮杀即将上演 此时王后却站在高处观战 丝毫不介意 敌人已经打到了家门口 混乱中 白雪看到了她 拿着剑就跟了上去 众人也跟随她来到了大殿 王后眼睛一闭 变出了许多黑色的怪物 他们攻击力极强 瞬间占了上风 白雪也被摁倒在地 王后这次不废话了 一刀刺向她 但却被挡住了 白雪趁机用匕首刺伤了王后 拥有最纯洁血液的她 对王后的任何攻击都是致命的 王后当场失去法力 咽气倒地 露出了她原本的模样 战争结束了 王国迎来了久违的春天 白雪继位成为了新的女王 从此平民安居乐业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青春永驻长生不老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可如果一味追求外表的美丽 而忽略美好的内在 一定会得不偿失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